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302300整点新闻 我是许桂亚 首先新闻的焦点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香港战中的行动 最新消息是 玄运领袖黄之锋 他被警方逮捕了40个小时之后 他已经获得了高等法院发出的人身保护令 在晚间9点钟的时候已经获得了释放 我们要连线给记者钟允浩 允浩请说 是的 主播 那个玄民思潮赵敬任黄之锋 在稍早的时候获得香港的高等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 那在拘留了40个小时之后呢 刚刚获得了无条件释放 那黄之锋他本人表示呢 手臂和鼻梁上有伤痕 然后在被拘捕的时候 他的眼镜跟鞋子都掉了 然后他很感谢家人和女友的支持 同时希望呢警方同样也释放学联领袖周永康 周永康和陈敖辉 那他一度表示呢是相当的疲倦 那根据现场传回来的消息呢 表示抗议现场的通讯是一度被切断的 然后警方征用了数台全湾线和关塘线的列车 然后从香港各区呢运送更多的地点到京中 那消息指出东永县和全湾线稍后呢 这两线的列车将会不停挡到 那部分的抗议民众呢 被驱赶到湾仔轩利市道和分域街交界 那人数大约有数百人 大部分的民众都是不愿意离去的 那甚至还有部分市民呢 身体杂物围堵住了这个港铁的京中站 那提示警察上来地面增援 然后导致这部分警察已经转到中环站下车 然后步行前往 那同时抗议现场并传回来最新消息说有警方在京中站大台几颗 准备要攻上地面 那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消息 我们把画面转给主播 黄泉宇浩我们看到 其实呢这个战中的活动原本是在10月份才会开始 不过现在提前登场了 这个示威活动不到24小时 看到官方他们的态度非常非常的强硬 已经展开了清场的活动 而且他们出动的是什么呢 是发射了有10枚的催泪瓦斯 而且呢是来攻击这个手无寸铁的抗议民众 我们看看他们出动的包括除了催泪瓦斯之外 还释放的这个是胡椒的喷雾 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一款 事实上呢这个胡椒喷雾 其实你一喷到脸上之后 他们警方呢是戴着这个防毒面具 那么却是出动催泪瓦斯还有胡椒喷雾 这知难受呢是会当现场 如果你被喷到的话 你的眼睛你会痛到鼻涕眼泪流 另外呢看到这个港府 他们也使出了另外一个完全都没有听过的武器 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音波炮 这个音波炮究竟是什么 其实我们把它翻白的话来讲 就好比是一种狮吼宫一样 如果说呢你把它的功率调高到最大到最大的功率 350米以内 也就是350公尺内 是具有驱散人群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说呢这个方圆350米之内的这个民众呢 都会觉得说这个声音非常的刺耳 完全是受不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官方驱敌的态度非常非常的强硬 但是呢也是因为他们这么样的强硬也惹恶了抗议人士 他们短暂的离开过后 现在又重新聚集起来 催泪瓦斯在人群中爆开 原本保持前进的学生立刻四下逃散 警方利用催泪瓦斯轻开人群立刻摆出阵型 不过眼看抗议群众又重新聚集 不到十分钟再度发射一发 就连在现场采访的外国记者 都对香港警方连续发射催泪瓦斯表示震惊 从下午六点开始 香港警方开始发射催泪弹 至少发动四波一共十颗 推警过程中也动用胡椒水 甚至一度传出使用紧棍和塑胶子弹 不过随即被否认 尽管警方大动作频频 但抗议群众仍然没有退去的迹象 我们想要他们离开 我们现在做的是香港人的好处 这全是关于选择吧 对 应该是 眼看时间已经入夜 香港占中活动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但谁也说不准 这个夜晚注定不平静 三连新闻中雨昊综合报导 香港街头不平静 香港人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样的生气走上街头 这个事件其实是要从八月底来说起 因为他们香港是要真真普选 这个事件部我们就来整理看看 八月三十一号的时候是有将近五千人 他们聚集到了港府总部的附近 要抗议封杀真普选 他们真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人大是定出了一个游戏规则 说这个普选的候选人要经过评选委员会的同意 也等于说这个普选根本就是玩假的嘛 所以香港人是相当相当的火大 而在九月三号的时候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 他们就决定说 在九月二十二号的时候 他们要罢课一个礼拜 到了九月十四号 有四千人拉起了黑布条 走到中环的遮打道 要向北京再一次的抗议 而到了九月二十二号的时候 这个人数真的是越来越多 总共是有一点三万的学生 他们聚集到了香港中文大学 这个可以说是掀起港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一个罢课行动 九月二十六号 有一千五百多名的这个中学生 也聚集到了港府的总部 继续的抗议北京政府相当的蛮横 而后来呢 就是最近的就是九二七跟九二八 这两天看到的是 警方就是防暴警察 已经拿出了盾牌全面的警戒当中 昨天晚上呢 持续驱离的行动 而真的也是让这个要发起学运 发起占中行动的人也感到相当的不满 于是呢 他们就是提前宣布说 占中行动正式的启动 而且呢 我们看到走上街头的人数 哇 史无前例 是有八万人 坚持 不愿意散去 而事实上呢 我们再来整理的是 是有关于他们诉求的部分 来看到的是呢 他们总共是提出了四大诉求 第一个呢 就是要开放天美道 还有公民广场要举行集会 而且呢 他们要这一个梁振英 以及政改三人组都必须要下台负责 同时也要求人大是要收回政改的决定 而公民提名呢 不能像他们之前提出的这一些游戏规则 他们是不接受的 所以呢 他们要求要公民提名这样一个机制 如果说香港政府在12点之前都没有回应的话 他们下出了一个最后的通牒 就是说他们要无限期的罢工 罢课 甚至呢 要罢市 而我们看到呢 在这么强硬的态度之下 香港政府他们也是强硬的清场 但是呢 其中看到的一个妥协就是 刚刚我们知道的是 学运领袖黄之锋 他本来呢 是被警方给拘捕40小时之后 现在已经获得了释放 一脸憔悴 眉头深索 香港战中学运领袖黄之锋 被警方拘留40个小时之后获释 同时呼吁警方应该尽快释放 另一名学运领袖周永康 黄之锋和周永康分别在26号 27号遭到警方逮捕 警方更是在27号当天 大动作搜索黄之锋住家 不但翻箱倒柜 带走电脑和记忆卡 甚至连内裤都不放过 黄之锋今年17岁 是香港公开大学 政治公共行政学系 一年级学生 同时也是学运组织 学名思潮的召集人 24岁的周永康 则是香港大学大寺的学生 同时身兼学运领袖 和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秘书长 被网友誉为是香港的林飞凡 而黄之锋则是香港的陈威廷 而香港警方在面对学生团体时 不但手段粗暴 连辣椒水都掏出来狂喷 学生只能被动举起雨伞阻挡 也有学生就地取材 拿眼罩和口罩做成防毒面具 甚至还有警察偷出警棍做事要打人 而在29号早上 警方更出动大批警力 手上还拿着抗暴装备 由湾仔警察总部出发 前往抗议现场增援 经过一夜抗争 香港的未来将会走向何处 没有人知道 三连新闻中雨昊 综合报导 亚运看三连 我们看到的是亚运棒球金牌战 在下午的五点半开打了 韩国是派出了先发投手金广炫 而台湾派出的则是旅外小将郭俊玲来主投 首局台湾是靠着陈品杰他的三壘安打 先持得点 不过呢在五局的时候 韩国则是靠着连续的安打 再加上台湾队失误扳回了比数 但到了六局台湾又打回了两分 不过呢八局韩国继续又追回了四分 最终呢韩国就以六比三击败了台湾 台湾是拿下了亚运棒球的银牌 金牌则是韩国队拿走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呢 是这个棒球无缘解释 只好呢是在别的项目赶快的赢回来 在亚运呢再传捷报 这是旅美的业余选手潘震从 他是以四回合 低于标准感17感的271感 是夺得了男子个人的冠军 而男子团体呢则是几败南韩 再得下了一面金牌 I feel absolutely great I can't even find a word to describe how I feel right now I'm so excited that I can't say anything right now It's just it's one of achievements I've been waiting for and I've been always want to do it So I'm glad I did it And this is great Thank you 潘震从是以四回合低于标准感17感的271感 夺得了男子高尔夫球个人冠军 男子团体则是击败了南韩 再得到一面金牌 这是这一届亚运以来首次男选手栽金的记录 而我国的金牌数瞬间也从五面增加到了七面 另外男子高球个人组的于俊安 他今年才16岁非常的年轻 就夺得高尔夫球的铜牌好成绩 光是在高尔夫球这个项目台湾一天之内就一举抢下了三面的奖牌 好 再来看的是刑警薛真国他被打死的这个案件 有一名在现场拿起红龙行凶的帮派分子许淳凯 他在这个现场呢拿红龙重砸薛真国非常的凶狠 而在案发后他逃亡了十多天 警方原本已经是锁定他藏匿的位置准备要抓人了 但是呢许淳凯他自知难逃在下午的时候 他是主动到了市刑大来投案 黑色上衣戴着口罩头低到不能再低 他是夜店杀警案嫌犯绰号小凯的许淳凯 面对媒体询问不发一语在警方压解下快步走进警局 夜店监视器拍下案发当天薛真国被人拉出夜店门口打倒在地 许淳凯穿着灰色上衣一把抓起一只红龙 双手高高举起直接就往地上猛力敲下去 当时躺着的就是刑警薛真国下手凶狠令人害怕 23岁的许淳凯平常是内湖地区的角头 警方透过监视器画面认定他拿红龙柱重击薛真国 遭逮的共犯中也有多个人指认他动手行凶 案发后逃亡十多天 原本警方这两天就要攻坚抓人 但是许淳凯自知难逃 效务主动到适行大投案 目前全案仍有十多人在逃 警方希望能在10月1号薛真国出病前 把所有动手的人统统逮捕归案 告慰死者在天之灵 再来看到的是知名的观光景点新竹城隍庙 发生了情杀案 有一名女性男子 她因为不甘心分手就跟踪前女友 昨天晚上她看到前女友跟另外一名秋姓男子 相约在城隍庙吃小吃 她竟然是促进大发 就拿起了水果刀 朝着秋姓男子猛刺二十多刀 而女朋友上前来阻止也被砍伤 慕吉者是这样形容的 她说这个凶贤真的是杀红了眼 最后她还割自己的脖子自缠 大家最后是拿起了椅子 一直砸过去才将她制服 而这一起案件总共造成了有四个人受伤 其中有两个人是命危 遭砍的陈姓女子浑身是血 意识清楚还能自己坐进救护车 只见她的左脚鲜血直流 医护人员拿着纱布进行按压 左手腕更是深可见骨 看人的就是她 31岁的吕汉堂 自吻画伤气管倒在地上几乎昏厥 当时她拿着刀走进夜市 看到前女友陈姓女子和秋姓男子 在米粉摊吃宵夜竟手持水果刀疯狂砍杀 女性嫌犯气管破裂生命垂危 陈姓前女友身中七刀进行缝合 朋友秋姓男子被砍超过二十刀 背部刺穿还在焊死身拔河 后颈一直刀子往后面 背部然后往前面这样一直猛刺 刺了好几十刀 全部的人都往后面退 因为太可怕了 太可怕根本就是要刺他于死地 后来又要攻击他们 然后那个时候他刀子已经断了 所以我看刀子断了 就是比较不可怕 才去把他手抓开 然后他再甩开我手的时候 转身挥刀这样子 然后我就转身就中 当时就在夜市里的硕士生 健壮立刻帮忙 制服过程中自己也受伤 其他店家更是出手相助 一次凳子拿起来狂丢 行凶的女性男子就怕闹出人命 警方调查 女性凶险和陈姓女子分手短短三天 感情纠纷竟当着成黄蝶的面 爱不到痛下杀鸡 天理难容 三地新闻林清华 孟国华 李怡婷 SNG小组新竹报道 整起情杀案的导火线 就是因为女性凶险 她不满分手的前女友 分手才三天 就找另外一个男性友人 外出吃饭 被她认为说这是在约会 女性凶险 她的家其实是住在高雄 老家邻居说 有看过这位前女友 而且两人似乎已经论及婚嫁 只是不晓得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 最后是分手收场 而陪着一起吃饭的 这个男性友人 妈妈说 我的儿子早就已经结婚了 结婚四年的时间 没有小孩 夫妻俩偶尔还是会吵吵架 但平常她们感情还不错 应该不至于会搞外遇 遭砍的陈姓女子 今年30岁 一双浓眉大眼 看起来相当甜美 平常就在新竹 从事美容师的工作 生活相当单纯 而被砍到命危的秋夕男子 今年45岁 从事水电包工业 已婚 28号晚间 两个人相约在城隍庙 吃米粉 当场被凶险撞见 怀疑才分手三天的女朋友 根本和对方有暧昧关系 凤而对她们疯狂砍杀 来到女性凶险 位在高雄的老家 大门声索无人回应 不过邻居对陈姓女子 相当有影响 凶险对陈姓女子用情補身 甚至分手之后 连皮夹里都还留有女方照片 但狼有意 媚无情 女性凶险根本杀红眼 被砍得秋行男子 气血胸 生命垂危 母亲不敢相信 儿子会遭人砍杀 娶个个越南籍的太太回来 那边认识就那边 就娶回来台湾 结婚很久了吗 差不多四年 四年 秋妈妈相当心疼 表示儿子和媳妇 和她住在一起 结婚四年还没有小孩 只是年轻人感情的事 妈妈管不着 现在只期盼 让儿子能平安出院 三地新闻新竹高雄 纵合报道 为情当街砍人 第一时间民众为了要制服 拿刀杀人的女性男子 是板凳椅子 能够当武器的通通都拿起来丢 就怕造成更多人受伤 而目睹惨案的其他民众 第一时间赶紧拿起了电话 赶快的报警 不过呢 其实从电话当中可以听得出来 他们是非常的惊恐 晚上八点三十分 热闹的夜市里 发生情杀命案 第一时间 民众目睹惊险过程 同时打电话报案 讲话声音 有些颤抖 语气非常急促 不难想象案发当时 景象有多么吓人 电话那头男子语气急躁 不停打断接线人员 因为砍杀现场 造成四个人受伤 其中两人命违 现场更是血迹斑斑 鲜血整个地板都是 第一时间店家客人 有的帮忙制服 有的帮忙打电话报案 民众热心帮忙 让伤害降到最低 只是在看看现场 触目惊心的画面 这一夜实在不平静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新竹情杀案 当时这两名被害人 是在一间百年老店里头用餐 而这一间老店 专门卖的是炒米粉 还有贡丸汤 是当地非常的有名 连总统马英九 都曾经到这边造访过 只是说 刑杀案的这个地点 就在城隍庙前 行凶男子竟然还敢动刀 令人难以置信 因为在民间传说当中 城隍爷呢 就像是地方首长 维护着各地的安全 就连警察 也将他视为是守护神 周末晚间 热闹的城隍庙夜市 残忍的凶杀案 吓坏用餐迷众 城隍爷面前 竟然敢大胆动刀 行凶的地点 距离城隍庙 不到一百公尺 当时被砍的 诚信女子丘信男子 就在这一间老店前吃东西 百年老店阿陈浩 米粉 贡丸汤 羹汤 骂丸 都是招牌菜 观光客 闻香而来 连马总统 都在此和店家合照 米粉 它比较有弹性 它不会干干的 百年老店阿陈浩 就在夜市最中心的十字路口 对面的王继 庄家 专卖鹅阿珍 蔡家则以米糕飘香闻名 没想到动手行凶的 女性男子 当着这么多人面前 大胆行凶 警察局来的 是不是可以让我拜一下 听说他跟城隍爷 禀报这个事情 回去第二天 就有人出来认了 连夜市管委会主委 都不敢置信 因为民间信仰中 城隍爷负责 阴间司法的第一关卡 就向地方首长 维护着各地安危 而站在城隍爷两边的 范将军 谢将军 生前担任捕快 更被警察视为保护神 也因此警方办案 遇上瓶颈 更会来此拜拜 求城隍爷帮忙 据传2004年 龙井女保险员分尸案 2005年 轰动社会的 苗栗梧桐女尸案 就是靠着城隍爷指示 顺利破案 没想到这一回 竟然有民众 冲进夜市里杀人 城隍爷眼前做坏事 爱不到毁了他 忽视结局 注定悲剧收场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又有恐怖情人 台南有一名 消息女高中生 她跟前男友 相约在公园谈判 但是因为最近 实在恐怖情人 新闻也太多了吧 那么这一个消息女生 她的妈妈不放心 因此是陪着她一起前往 只是没有想到 这个前男友碰面 才讲不到两句话 竟然就拿着水果刀 刺伤 相信女子 母女俩立刻是 一路尖叫金桃 跑到对街的消防队 赶紧求救 路口监视器清楚拍下 母女俩一路狂奔 冲击消防队 其中戴着口罩的女子 全身失血 表情痛苦 坐在椅子上 害人几项 让一旁的消防人员 也差点吓坏了 发现民众 紧急在拍那个 玻璃门 然后喊救命 母女进来以后 发现她左胸 这边有大量的流血 然后紧急广播 我们的高级救务人员 下来直血包扎 消防人员忙着帮女子包扎 女子的妈妈 则在旁边一脸着急 但警方一调查 赫兰发现 竟然又是恐怖情人 因为不愿分手 拿刀刺杀女友 女方就是跟妈妈反映说 好像有感情的问题 所以女方妈妈一直不放心 有尾随跟到现场 警方表示 当天这名18岁的消息女子 5月份就跟男友分手 但对方心有不甘 而且怀疑女方劈腿 于是将她约到公园谈判 但小女的妈妈看到 最近恐怖情人的新闻频传 听到女儿要跟前男友碰面 怎么样都觉得不放心 特地陪着女儿出门 甚至刻意站在两人中间 希望制造安全缓冲的空间 想不到还是阻止不了憾事 眼睁睁看着女儿被杀伤 尽管小女的妈妈 挡在女儿面前 力劝男方不要冲动 但蔡西男子却拿出 玉长的水果刀 往孝心女子的胸口猛刺过去 事后逃回家 还一度闹着要跳楼 直到听说孝心女子 没有生命危险 才乖乖就歹 但因为不想分手 就持刀杀人 已经断送自己的未来 三地新闻李世红 台南报道 我们持续来关心的是 香港战中的行动 香港的学运领袖黄之锋 他在骚倒之前已经获释了 而在获释的同时呢 他也呼吁应该要释放 其他的成员 我们连线给记者张欣恒 欣恒请说 好的主播 我们立刻再了解到最新的消息 那么刚才我们得知到 一个最新的讯息就是 在香港警察的 这几波的催泪弹的攻势之后呢 我们知道在 一传媒的主席黎智英呢 他也被这波的催泪瓦斯给呛到了 那么他就是 就在路边用清水冲洗 那么在早早之前呢 就是我们知道 学民思潮的领袖 造计人黄之锋呢 他已经在拘留 四十小时之后 已经刚刚获释了 那么他们的代表是说呢 在接下来的时间 未来的任何一个时间点 都有可能召开记者会 来讲述他被关的情形 以及他在里面 造计警察 问了他一些什么事情 但是目前呢 是还没有召开这个记者会 但是呢 他 我们透过 香港媒体的报道得知呢 黄之锋呢 他是说他的手背跟鼻梁 都有些伤痕 那么被拘捕的时候呢 他掉了他的眼镜和鞋子 那么他现在释放出来的时候 他有 对外说他很谢谢 他的家人跟女友的支持 那么希望警方呢 能够尽快释放 学联的周永康和陈豪辉 他表示他现在非常的累 那么刚才学联呢 他们也表示 如果说他们现场 现场的呢 他们现在是 仍然是继续的 在各个地方 移会静坐 但是目前是没有爆发 新一波的冲突 但是他们说 如果万一他们移会的地点 通讯被中断的话 他们是领袖人呢 他们的领导人呢 是有告诉他们 那些群众是说 那如果你的通讯 一旦断掉的话 要赶快的就离开现场 那么我们到稍早的时候呢 警察在他们 那斯雷瓦斯之后 警察 香港警察呢 是动用了更多的远警 要去接到这些群众示威的 群众集会的地方 那么香港警察 有从路面 直接开警车过去 也有香港警察 扎地铁 然后出来 扎地铁的方式来 往人群集中的地方去包围 那么这些学运的同学们 那他们也很 在路面 以及在很多的地铁的出入口 就把那个地方给封锁 就是要 能够 滲入到他们的 势力范围里面去 那么这是以常目前的最新消息 我们把时间交换给主播 欣恒我想要请问一下 像是现在我们了解到的是 这个抗议的民众 是不是有散去的情况 还是说大家呢 都还是死守在这个街道上面 其实他们散去 就是他们从原本被 吹雷瓦斯喷的那个地方散掉 但是他们散掉之后 是离开那个地方 但是他们就扩散到其他的 像比如说天桥上 或是其他的广场 或是其他的大道上面 所以现在其实是 变成有更多的地方 有更多的人 他们持续在那边的守候 但是现在的目前就是 他们就是在那边 静坐集会 但是目前是没有任何的 新一波的冲突发生 那么新一波的冲突 其实就是晚间 六点多那个时候 发生的吹雷弹的攻势 那么现在是警察是集结 派更多的警力要集结 那么人群是没有散 他们只是跑离了 原来的那个地方 但是到了其他的地方 去继续进去的抗议 他们要继续的 要看看港府 会不会在今天五月 五夜之前 能够回应他们的四大诉求 好我们谢谢新衡 现在在等的就是 最后最后这个最后通牒 到底是不是港府能够接受呢 不过事实上我们来看 整个香港战中的活动 正式开始都还不到24个小时 警方跟抗议的民众 就已经爆发了 好几波的冲突 就在今天傍晚六点钟左右 香港警方一口气 他们发射了近十颗的催泪弹 同时还动用了胡椒水 来驱赶民众 不过这个现场抗议的民众 他们就像刚刚心狠所说的 短暂的驱离之后 他们其实又重新的聚集了起来 催泪瓦斯在人群中爆开 原本保持前进的学生 立刻四下逃散 警方利用催泪瓦斯 轻开人群立刻摆出阵型 不过眼看抗议群众又重新聚集 不到十分钟再度发射一发 就连在现场采访的外国记者 都对香港警方连续发射催泪瓦斯 表示震惊 从下午六点开始 香港警方开始发射催泪弹 至少发动四波一共十颗 推警过程中也动用胡椒水 甚至一度传出使用紧棍和塑胶子弹 不过随即被否认 尽管警方大动作频频 但抗议群众仍然没有退去的迹象 你会想什么? 我们想他们离开 我们现在做的是 要求香港人为好 这就是想要选择的吗? 对 最似乎是 眼看时间已经入夜 香港站中活动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谁也说不准 这个夜晚注定不平静 三立新闻忠宇昊 中华报导 其实在97回归的时候 当时北京政府是答应 香港是马照跑舞照跳 但是对香港人来说 根本就不是这样 当时的承诺都是跳票的 而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 香港人民就展开了 一系列的抗争活动 要求香港政府要倾听民意 但没有想到 随着8月31的黑潮922 他们串联罢课接连发生 港府一律都是 用非常冷的方式来处理 而香港的特首梁振英 他更是力挺警方清场 这才是让香港人怒气 一发不可收拾的真正原因 大骂警察可恥 香港人的怒火 犹如火山爆发 多的人去参与这场 反政府的行动 我和整个特区政府 对警方的处理 这类场面的能力 是抱有信心的 特首梁振英力挺警察 清场行动 坚称占中违法 长期忽视民意 极度挑战港民的忍耐极限 今年的七一大游行 香港50万人上街头 港府视若无睹 8月31号 中国人大拍板 2017年普选办法 公民提名机制被封杀 当晚黑潮再起 但港府的回应 居然是尊重中央决定 9月22号 香港大学生串联罢课 但是五天来 梁振英依旧不愿面对 人民诉求 政府的漠视 终于官逼民返 香港学运团体提出四大诉求 要求开放公民广场 举行集会 特首梁振英下台 全国人大收回正改的决定 确保公民提名 特首候选人 如果港府在28号 午夜前不回应 学连将发请 无限期全港罢工罢课 罢市 跟中央对抗到底 三立新闻 张星恒报道 距离11月29号 投票的选战 正好倒数两个月的时间 国民党今天是由 兼任党主席的马总统 正式成立 所谓的中央助讲团 只是我们放眼望过去 都是政务的一级首长 包括了行政院长江仪化 卫护部长邱文达 财经交通部长 通通在列 这等于是把党政机器 全部都动起来辅选 江奎他甚至在上台 对着政务官的时候 他怎么说呢 他要他们在打选战的时候 不能只有温良攻减让 这也引发了行政 是不是不中立这样的质疑 国民党 抗海激昂比赞加油 国民党抢救年底选情 中央助选团就位 不过成员一字排开 全市隔魁将一化 引领的内阁一级主管 卫护部长邱文达 交通部长叶匡时 经济部长杜子军 政务官假日 原来都在这 我们的反对党 以及我们的对手 经常无所不用其极的 来抹黑 来造谣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可以说是让我们刻骨铭心 我们不能够只是 温良攻减让的 在那边挨打 嘉义化而提面命 要阁员全力反击 但平日政务就有够繁忙了 财政部长张盛和 国发会主委管忠敏 忍不住闭上眼打瞌睡 接下来还得下乡辅选 政务推得动吗 引发外界质疑 行政不中立 但马主席似乎不在意 忙着提点叫战守则 连战也接棒上场 国际的媒体 不只是一个 好多个媒体 中间有一个讲到 比较露骨一点 就说我们台湾自甘堕落 台湾有若干人 诶 存心识意 用这个强力的手段 来组织 来妨碍 台湾这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从哪里来的 民进党 连战破口大骂 点名前总统陈水扁 蓝营营造团结气势 最快方法就是炮口 一致对外 民进党成为全场剑拔 拼胜选 蓝营双管齐下 民进党立委发现政院计划将退休军工教年终未问金门槛放宽 从两万元扩大到两万五千元增加经费大概十五亿元 领取人数从七万变十二万多五万人 朝野立委批评 马政府摆明是选前买票 为了这场政权保卫战 一边要隔渊下乡 一边又放宽年终未问金标准 为求胜选 动作评评 三立新闻注意红黄诗婷 台北众报道 好 蓝营动作评评 他们成立了中央助讲团 全力来辅选当中 而这个民进党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是彰化县长候选人 魏明鼓他是成立的竞选总部 民党主席蔡英文 特别就亲自到场来加油打气 让现场的支持者真的情绪非常的沸腾 蔡英文他表示说 除了他来到彰化助选 今年呢也特别选在彰化来举办民进党的党庆 也就是希望说呢 能够透过这样的凝聚人气 展现拿下中部选战的强烈企图心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带着彰化县长候选人 魏明鼓一起献身 上签名支持者 抢着握手签名 短短一小段路 两个人走了好久 为民党 动算 民党 动算 民党 动算 前起手高喊动算 民进党齐聚彰化助选 兼办党庆 展现要拿下中部的强烈决心 请感谢我们的主席 和民党党中央 看能够唱华 所以 台湾北洋 唱华生涯 希望说这次 这个极具指标性 的一个选择 就是在我们台湾的中部 可以经过我们的三个候选人 共同努力 我们可以改变 我们的台湾的中部 将代表希望的棒球 交给林家龙 李文舟 魏明鼓 三位候选人 希望在中章头 三个地区的选战 打出一场好球 三里新闻 最后报道 拼台北市长宝座 柯文哲他赴日来参访 而柯妈妈则是代替 柯文哲出身扫街 其实呢 77岁的柯妈妈 她的膝盖不太好 这两天呢 虽然没有喊泪 不过她的脚步 看起来的确是慢了不少 偶尔呢 这脸上还会出现 有一些疲惫的表情 不过呢 柯妈妈她真的是人来风啊 一看到婆婆妈妈 真的是聊得超嗨的 还有摊商非常心疼 要柯妈妈不要太累了 而媳妇陈佩琪 怎么没有陪她扫街呢 其实是因为柯妈妈 她非常的贴心 怕陈佩琪 她平常要上班 实在太累了 而三立也独家拍摄到了 陈佩琪她一早就陪着 婆婆下楼出门 虽然说没有陪她扫街 但是心里是相当的挂念 陈佩琪 你今天不陪她去扫街哦 不要 因为今天是妈妈主场 不是也是妈妈 我这老妈妈 婆婆何瑞英 带柯文哲出征扫街 媳妇陈佩琪担心 亲自送到楼下 不过怎么不跟着一起扫街 我师父 他今天在祖堂扫街 阿长也是就上班 我是说 你稍微扫街 稍微扫街 他是比较腼 比较不表现 但是真心的爱 谢谢 爆料柯文哲真心的爱老婆 倒是陈佩琪趁机在脸书 说要讲柯文哲坏话 日前柯文哲重炮之一 廉家清廉 情绪超激动 原来当天跟老婆吵了一架 陈佩琪说 自己才是影响她最重要的人 不是罗鼠蕾 不过影响柯文哲最深的 还有另一个女人 小孩 77岁的柯妈妈站上第一线 连支持者公社 有柯妈妈 人来风 看到婆婆妈妈画夹子开了 聊超嗨 原本的笑脸突然一秒不见 才出发十分钟 步伐已经变慢 原来柯妈妈膝盖不好 这两天都硬斤 嘴上说不累 柯妈妈要帮儿子 多拉一点引发票 妇女票 原本柯文哲办公室的妇女部 也悄悄改名 性别平等部 新部门还加入男性成员 要强化柯文哲的性别意识训练 再加上柯妈妈出手 希望能就弱补强 而柯文哲的对手 连胜文哲是趁着教师节 打出了老师牌 不但是特别登门拜访自己的 高中老师也承诺 如果未来当选会争取资源 改善教职员的工作环境 接下老师准备的布斗翁 趁着教师节台北市长候选人 连胜文请出高中老师 为他挂保证 讲起高中大小事 仿佛回到30年前 师生良翻着照片平平回味 连胜文也特别承诺 未来会积极检讨现在的教育政策 希望让台北市的教师 鼓励我们这些教师 甚至协助我们这些教师 补助我们这些教师 在寒暑假的时候 能够出国去进修 来提升本身的这个专业 以及这个教育的这方面的知识的增进 这方面我们都会做 也就是说在我们台北市政府 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都会做 争取资源改善教职人员的困境 对手柯文哲赴日取经 连胜文竞选团队在台湾出招不断 这次打出老师牌 要巩固教师票员 三连新闻 蔡美华 事情日台北报告 香港战中行动展开 台湾民间团体晚间六点钟开始 也发起了声援战中国际记者会 现场聚集至少是有五六百位的民众 也不乏台湾学生到场来力挺 最新情形我们连线给记者赖安地 安地 好的主播 那么香港的战中行动 是已经正式开始了 那从晚间六点开始的时候 在台湾的自由广场 这边中山南路的牌楼下 有一些民间团体呢 他们发起了这个 声援战中的国际记者会 那么现场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从六点多一直到现在呢 都聚集了不少的民众 那大家是直接的席地而坐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 好的那么从刚才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民众是聚集在一起演唱海阔天空 希望可以透过歌声来力挺这个香港的战中行动 那么现场呢还有不少台湾学生特别来现场支持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香港他们命运的处境其实跟台湾有点相似 那如果我们站在相似的立场的话 我觉得如果能够声援他们 或是听见他们的声音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今天香港的命运 就是明天的台湾 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的马政府 完全就是一昧的亲中 那你看亲中的结果是什么 跟中国靠近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今天香港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声援香港 是一个台湾人责无旁贷的责任 所以我今天会站在这里 那活动从六点多开始一直到十点多 民众是越来越多了 那么主办单位是表示 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 希望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即上是现场最新情形 有任何新的进度将持续为您掌握 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 谢谢安迪 另外来看的是救护车闯红灯 撞上一部摩托车 尤其是当场被撞飞16公尺远 还好相当的命大 只受到轻伤 碰的一声 女骑士被闯红灯的救护车撞飞 整个人腾空翻转了一大圈 摊到16公区远外 重摔在地 机车还卡在救护车的保险桿前 一路滑行 直见女骑士身体卷曲在一起 痛到连动也不能动 看起来伤得不轻 但没想到紧急送医后 居然骑机式的只有小擦伤 被救护车撞伤女骑士 就是这位黄同学 今年才18岁 手臂和肩膀上有好几块的瘀伤 小腿也擦破皮了 刚考上大学的她 当天原本是要去买上学用的文具 没想到就发生意外 你有听到她的那个紧急声吗 没有听到 快过去的时候 就看到救护车 然后就撞上去 看她飞那么油 她说就先不要按动 然后等救护车 你有跟她讲吗 对 我跟她讲 我那时候你还有个知觉 然后说有 黄同学的哥哥 当天比他晚五分钟出门 经过路口第一时间 以为是单纯车祸 好奇多看了一下 就才发现受伤的是自己的亲妹妹 还好福大命大人没事 虽然救护车直轻闯红灯没违规 但驾驶应注意而未注意 恐怕还得负起相关的民事责任 三点新闻 廖一德方品本云林采访报道 乡省荷包的民众加油 可以再等一等 中油宣布明天凌晨临时开始 调降各式器材油 每公升是降0.2元 调整过后 925000汽油是每公升31.7元 925000汽油33.2元 985000汽油35.2元 超级柴油是30.4元 再来看的是有300多辆的哈雷机车 和古董车争奇斗艳 车出哈雷独特低沉的引擎声 哈雷机车车主满脸骄傲 已经第三年的亚洲骑士乌托邦 越办越盛大 这回除了有北中南哈雷跟重车热爱者 还有全世界各地爱好重车车主参与 一同聚首骑程 大家可以钟情于自己喜欢的嗜好 尽情发挥 然后展现自己的热情 然后搭交来自台湾各地的很好的朋友 不论是二轮哈雷机车还是四轮古董车 摆在会场用最风骚的姿态 最光鲜的亮度争奇斗艳 民众看得折折称奇 因为这些车子不只是车子 还是艺术品 事先报名的也就超过200台了 今天在现场报名的也有100台左右 要让民众感受亚洲骑士乌托邦魅力 现场甚至请来台港日歌手 48小时不尽端飙歌 要让哈雷爱好者感受 引擎声音乐声不同的震撼感 三连新闻徐世良高速报道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2400全球online 我是徐桂雅 首先我们的新闻焦点来关注的是 香港战中的行动 这个活动本来是在10月份 才要展开现在已经提前登场了 不过呢 因为这个示威活动不到24小时 看到官方就采取相当强硬的手段 我们就来看 这个战中行动启动之后 警方现在使出的是催泪弹 要强力的来清场 他们出动的是什么呢 包括了催泪瓦斯 还有释放胡椒喷雾 事实上催泪瓦斯他们在出动之前 这个警方早就已经戴好了防毒面具 还有这个胡椒喷雾 大家想一下 这两样加起来 其实非常让人难受 现场的这个人 可以说是眼睛痛到鼻涕眼泪流 而另外港府他们使出了 另外一招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音波炮 就是一个大功率的喇叭 这个喇叭会有什么样一个效果 我们把话讲白了 它就是一个失吼功的效果 如果说你把它调高到最大功率的时候 调高到最大功率 350米内是具备有驱散人群的效果 也就是说呢 透过你这个耳朵耳鸣的一个情况下 让你真的也受不了 看到他们这么样一个强硬的态度 也让这个抗议人士相当的生气 他们是短暂离开过后 又重新聚集在一起 要跟官方长期抗战 催泪瓦斯在人群中爆开 原本保持前进的学生 立刻四下逃散 警方利用催泪瓦斯 轻开人群立刻摆出阵型 不过眼看抗议群众又重新聚集 不到十分钟再度发射一发 就连在现场采访的外国记者 都对香港警方连续发射催泪瓦斯 表示震惊 从下午六点开始 香港警方开始发射催泪弹 至少发动四波 一共十颗 推进过程中也动用胡椒水 甚至一度传出使用紧棍和塑胶子弹 不过随即被否认 尽管警方大动作频频 但抗议群众仍然没有退去的迹象 眼看时间已经入夜 香港占中活动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谁也说不准 这个夜晚注定不平静 三连新闻中雨昊综合报导 好就来看我们为您整理的 占中事件 不过事实上他们真的是一个 真普选 来看到的是这个事情要回推到 8月31号 当时呢 就是因为这个普选的过程当中 他们要求的是说 我要真正有公民的 这个能够提出的一个人选 但是呢 他们却是定出来的版本 是要有一个评选委员会 我确认过的人选 你才可以出来选举 这当然是香港人没有办法接受的 于是呢 在8月31号的 是有将近5000人 他们聚集到了港府总部附近 要抗议封杀真普选 到了9月3号的时候 香港的这个学生联会 他们决定是在 9月22号开始 要罢课一个礼拜的时间 9月14号继续 还有4000人拉着黑布条 他们走到了香港的 这个中环遮打道 向北京政府持续的来抗议 而后来呢 这个事件几乎是每一个礼拜 他们都有一场大型的活动 922的时候 这个人潮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有13万的学生聚集到了 香港中文大学 而这也可以说是掀起了 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 一个罢课行动 9月26号 1000多名的中学生 聚集到了港府总部 持续的抗议北京政府 当局相当的蛮横 而最近的一个事件部呢 就是9月27 9月28这两天了 方暴警察他们手上 是拿着盾牌来警戒 而昨天晚上的持续 是在驱离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一个要抗议的人士 最后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宣布提前的 把这个占中的行动 原本10月份才要展开 现在是提前展开了 他们正式启动 而且呢 看到走上街头的人 是有8万人之多 他们坚持不愿意散去 大骂警察可恥 香港人的怒火 犹如火山爆发 多的人去参与这场 反政府的行动 我和整个特区政府 对警方的处理 一类场面的能力 是抱有信心的 特首梁振英力挺警察 清场行动 坚称占中违法 长期忽视民意 极度挑战港民的忍耐极限 今年的七一大游行 香港50万人上街头 港府视若无睹 8月31号 中国人大拍板 2017年普选办法 公民提名机制被封杀 当晚黑潮再起 但港府的回应 居然是尊重中央决定 9月22号 香港大学生串联罢课 但是五天来 梁振英依旧不愿面对 人民诉求 政府的漠视 终于关逼民返 I want to support the Hong Kong students support Hong Kong and do something for them 香港学运团体提出四大诉求 要求开放公民广场举行集会 特首梁振英下台 全国人大收回正改的决定 确保公民提名 特首候选人 如果港府在28号 午夜前不回应 学联将发请 无限期全港罢工 罢课罢市 跟中央对抗到底 三立新闻 张欣恒报道 好 要跟中央对抗 到底他们究竟诉求又是什么呢 我们就来看看 总共和平战中的行动 是有四大的诉求 他们要求要开放天美道 还有公民广场来举行集会 而梁振英特首 还有正改 这三个人是谁决定的 他们必须是要下台来负责 要求人大要收回正改的决定 而公民提名呢 这个一定要有 这个诉求里头呢 他们最后下的这个通牒 是香港政府要在12点之前 要给他们回应 如果没有回应的话 他们就要做出更强硬的举动 就是无限期的罢工 罢课还有罢市 最后呢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活动当中 有两位领袖 那么其中一位领袖 他叫做黄之锋 他被警方逮捕了40小时之后呢 在上午之前 大概9点钟的时候 他是已经获得了释放 一脸憔悴 眉头深锁 香港占中学院领袖黄之锋 被警方拘留40个小时之后获释 黄之锋和周永康 分别在26号 27号遭到警方逮捕 警方更是在27号当天 大动作搜索黄之锋住家 不但翻箱导柜 带走电脑和记忆卡 甚至连内裤都不放过 黄之锋 今年17岁是香港公开大学 政治公共行政学系 一年级学生 同时也是学运组织 学名思潮的召集人 24岁的周永康 则是香港大学大四的学生 同时身兼学运领袖 和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秘书长 被网友誉为是香港的林非凡 而黄之锋 则是香港的陈维婷 而香港警方在面对学生团体时 不但手段粗暴 连辣椒水都掏出来狂喷 学生只能被动举起雨伞阻挡 也有学生就地取材 拿眼罩和口罩做成防毒面具 甚至还有警察偷出警棍 做事要打人 而在29号早上 警方更出动大批警力 手上还拿着抗暴装备 由弯在警察总部出发 前往抗议现场增援 经过一夜抗争 香港的未来将会走向何处 没有人知道 三连新闻终于浩 综合报导 香港战中行动展开 台湾民间团体在晚间六点钟 也开始发起了声援 战中国际记者会 现场聚集至少是有 五六百位的民众 也不乏有台湾学生到场来力挺 现场最新情形 我们联系给记者赖安地 安地请说 好的 主播 那么香港的战中行动 是已经正式开始了 那从晚间六点开始的时候 在台湾的自由广场 这边中山南路的牌楼下 有一些民间团体呢 他们发起了这个 声援战中的国际记者会 那么现场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从六点多一直到现在呢 都聚集了不少的民众 那大家是直接的洗礼而坐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 好的 那么从刚才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民众是聚集在一起演唱海阔天空 希望可以透过歌声来力挺这个香港的战中行动 那么现场呢还有不少台湾学生特别来现场支持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香港他们命运的处境其实跟台湾有点相似 那如果我们站在相似的立场的话 我觉得如果能够声援他们或是听见他们的声音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今天香港的命运就是明天的台湾 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的马政府完全就是一昧的亲中 那你看亲中的结果是什么 跟中国靠近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今天香港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声援香港是一个台湾人责无旁贷的责任 所以我今天会站在这里 那活动从六点多开始一直到十点多 民众是越来越多了 那么主办单位是表示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 希望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即上是现场最新情形 有任何新的进度将持续为您掌握 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首先来看令国人瞩目的亚运棒球赛 完间是上演了中韩冠军战 结果真正让人对心说 又是让人遗憾的结果 前七局取得了三比二领先的中华队 结果在八局的时候是风云变色 先是中继的陈冠宇 他被敲了两支安打 这时候呢换上了守护神罗嘉仁 没想到火球人他却是提了油桶 接连是有出身球保送 再被敲出安打 一局之内他狂丢了四分 中场中华队是以三比六败下阵来 仁川亚运屈居于这个亚军 好想赢韩国再度梦碎 中韩大战主局下半代打的林根伟 这球界外被揭杀 也宣告比赛结束 中华队三比六不敌地主南韩 仁川亚运银牌坐收 中华小将辛苦也尽力了 但回顾整场比赛 中华队一扫被口斗的阴霾 先发郭俊林 中继陈冠宇表现称职 七局结束还有三比二领先 没想到八局危机 罗嘉仁不发守城 先是保送再来出身 让南韩追平 接下来诉求再被敲安打 单局痛失四分 无力回天 中场就以三比六隐恨 再度跟冠军绝缘 像我们在第七局 一三的也没有人出局的时候 那一局比较关键 因为那一局假如我们有得分 可能气势就会不一样 最重要时刻 我们把最有威力的投手 罗嘉仁用上来 还是压制不住他们的打击 所以韩国队的打击 火力还是相当的坚强 把守护神推上前线 还是挨打 林总说这就是棒球 至于罗嘉仁 赛后默默坐在车上 不发抑郁 心情肯定不好受 但其实雷省的误判 裁判的好球带 以及七局一三雷 有人一分未得 也都是输球关键 球迷们很想赢韩国 相信中华队更想赢韩国 不过还是输掉了 而且这一场 已经是国际赛中 中华队输韩国九连败了 不过大家还是要为 这些中华小战们 多一点鼓励跟打气 少一点责备 相信下一次一定讨回来 以上是亚运采访团队 就是新来四号 我们在仁川的采访报道 事实上台湾球迷是跨海 集气有上百位的球迷 他们聚集在台北市政府前的 广场为中华队加油 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 两队僵持不下 中华队他们一度还是领先的 只不过最后还是以三分之差 落败 球迷难掩失望 他们事业下次一定要讨回来 亚运棒球中韩金牌战 今天台湾时间 下午五点半开打 上百个球迷 聚集在台北市政府广场前 手拿红色加油棒 为中华队加油 比赛过程两队僵持不下 但韩国队最终以6比3获胜 中华队拿下银牌 我觉得为中华队加油 这是一个荣幸 身为台湾的国民 为中华队加油这是应该 比赛持续将近四个小时 最终中华队以三分之差 败给韩国 往场前加油的球迷难掩失望 球迷没那么努力 打到这个时候 可是却在后面没有手术 对啊 而且觉得说前面 前面算中华队很不被看好 可是我觉得能够拿到亚军 真的已经很不容易了 中华队原本一度领先韩国 却没想到最后被逆转 以三分之差隐恨输球 但是球迷并不气馁 事业下次一定要讨回金牌 三分新闻刘炳较刚好 SNG小组台北报道 好 棒球无援雪 只好在别的项目赶快赢回来 亚运再传捷报 旅美的业余选手潘震从 他是以四回合地域标准感 17感的271感 夺得了男子个人的冠军 男子团体则是击败了南韩 再得一面金牌 I feel absolutely great I can't even find a word to describe how I feel right now It's like I'm so excited I can't say anything right now It's just it's one of achievements I've been waiting for and I've been always want to do it So I'm glad I did it And this is great Thank you 好 潘震从他是以四回合地域标准感 17感的271感 夺得了男子高尔夫的个人冠军 男子团体则是击败了南韩 再得一面金牌 这是本届亚运以来首次由男选手栽金 而我国的金牌数也瞬间从五面增加到了七面 另外男子高球的个人组于俊安 他今年才16岁就夺得了高尔夫同牌的好成绩 光是在高尔夫这个项目 台湾在一天之内就一举抢下了三面的奖牌 好 另外来看到的是刑警薛真国 他被打死的这个案件 由一名在现场拿起了红龙行凶的帮派分子许淳凯 他在现场是拿着红龙重砸薛真国 非常的凶狠 而在案发之后他逃亡有十多天的时间 警方原本已经锁定他藏匿的位置 准备要逮人了 但是许淳凯他自知难逃 在下午的时候主动到了市刑大来投案 黑色上衣戴着口罩 头低到不能再低 他是夜店杀警案嫌犯 绰号小凯的许淳凯 面对媒体询问不发一语 在警方压解下快步走进警局 夜店监视器拍下 案发当天学生国被人拉出夜店门口 打倒在地 许淳凯穿着灰色上衣 一把抓起一只红龙 双手高高举起 直接就往地上猛力敲下去 当时躺着的就是刑警薛真国 下手凶狠令人害怕 23岁的许淳凯平常是内湖地区的角头 警方透过监视器画面认定他 拿红龙柱重击薛真国 遭逮的共犯中也有多个人指认他 动手行凶 案发后逃亡十多天 原本警方这两天就要攻坚抓人 但是许淳凯自知难逃 效务主动到适信大投案 目前全案仍有十多人在逃 警方希望能在10月1号 薛真国出病前 把所有动手的人统统逮捕归案 告慰死者在天之灵 新竹城隍庙发生情杀案 有一名女性男子 他因为不甘心分手 就跟踪前女友 在昨天晚上他看到了前女友 跟另外一名秋姓男子 是相约到城隍庙来吃小吃 竟然就促进大发 拿着水果刀 朝着秋姓男子猛吃了20多刀 而女生的上前阻止也都没用 他也被砍伤了 目击者是这样形容的 他说这个嫌犯真的是杀红了眼 最后呢 他还杀自己 割自己的脖子 大家是拿起了椅子猛闸 才将他制服 总共造成有四个人受伤 其中有两个人命危 遭砍的陈姓女子浑身是血 意识清楚还能自己坐进救护车 只见她的左脚鲜血直流 医护人员拿着纱布进行按压 左手腕更是深可见骨 看人的就是她 31岁的吕汉堂 自吻画伤气管 倒在地上几乎昏厥 当时她拿着刀走进夜市 看到前女友陈姓女子和秋姓男子 在米粉摊吃宵夜 竟手持水果刀疯狂砍杀 女性嫌犯气管破裂 生命垂危 陈姓前女友身中七刀 进行缝合 朋友秋姓男子被砍超过20刀 背部刺穿 还在汗死身拔河 后颈啊 一直往刀子往后面啊 背部啊 然后往前面这样子一直猛刺啊 对啊 刺好几十刀 全部人都往后面退啊 因为太可怕了 太可怕 根本就是要 要刺到于死地 后来又要攻击他们 然后呢 那个时候她刀子已经断了 然后所以我看刀子断了 就是 比较 比较不可怕 才去把手抓开 然后她 在甩开我手的时候 转身 挥刀这样子 然后我就 转身就中了 当时就在夜市里的硕士生 健壮立刻帮忙 制服过程中 自己也受伤 其他店家更是出手相助 一次凳子拿起来狂丢 行凶的女性男子 就怕闹出人命 警方调查 女性凶险和陈欣女子 分手短短三天 感情纠纷 竟当着城隍爷的面 爱不到 碰下杀鸡 天理难容 三个新闻 林清华 孟国华 李怡婷 FMG小组 新竹报道 在人来人往的城隍庙前 砍人 大家都想象不到 第一时间民众 为了要制服 拿刀杀人的女性男子 板凳椅子 能够当武器的 通通都拿起来 丢向那一个方向 就怕会造成 有更多人受伤 而目睹惨案的 其他民众 有人是第一时间 就拿起了电话 赶快要报警 但其实呢 从电话当中 可以听得出来 这个声音是 相当的惊恐 8点30分 热闹的夜市里 发生情杀命案 第一时间 民众目睹 惊险过程 同时 打电话报案 讲话声音 有些颤抖 语气非常急促 不难想象 案发当时 景象有多么吓人 有几个人受伤 目前发生这两个 这两个 电话那头男子 语气急躁 不停打断 接线人员 因为砍杀现场 造成四个人受伤 其中两人命危 现场更是血迹斑斑 鲜血整个地板都是 第一时间 店家客人 有的帮忙制服 有的帮忙打电话报案 民众热心帮忙 让伤害降到最低 只是在看看现场 触目惊心的画面 这一夜实在不平静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分手真的是一门大学问 再来看到是有一名 外形亮丽的外拍模特儿 他是透过网路认识了 在台中一间婚纱公司 担任摄影助理的消息男子 两个人呢 就这样开始交往了 还拍了不少的性爱裸照 但最近这个女生发现说 对方是有暴力倾向 还劈腿被他抓包 就气得要求分手 但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个摄影助理 居然是把前女友的裸照 PO上了脸书 甚至还恐吓说 我就是要玩死他 这一个被害的女模特儿 已经向警方报案了 一张张私密的裸照 被前男友PO上脸书 小瑞自己搜针录影 怎么都不敢相信 曾经相爱的两个人 居然在分手后 这样伤害他 就大哭啊 就很难过啊 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啊 然后其实就还蛮恐怖 手机里留着对方恐吓的 录音记录 可怕对话 让小瑞简直吓坏了 根本不敢出门 但其实他是个外拍模特儿 拥有一双白皙的美腿 身材相当较好 两个人是去年 在网路上认识的 招网时拍了不少性爱裸照 没想到分手后 男生却把照片PO上脸书 还写着 我就是要玩死他 他就是有恐吓我啊 就大家要死一起死之类的啊 不然你要让我身败名裂啊 那不然就是 没关系啊 你再激怒我啊 我就把你的东西都散播出去啊 恐怖情人就是他 染着一头金发 是台中一家婚纱公司的摄影助理 裸照风波爆发后 人已经离职 同事也吓了一大跳 跟他比较熟悉的同事 有做说明 他就是在外面有发生一些失事 所以可能暂时不能来公司上班 消息男子事后辩称 只是随便贴出照片 是女生要自己对号入座 但小瑞认为身体特征很明显 他忍着屈辱 出面指控前男友 报警提告他妨碍名誉 三点新闻 张展之方品闻台中台南 综合报道 张花永静香发生一起非常夸张的虐狗场景 有一名张姓男子 他因为酒后心情不好 路过一个民宅的各个过程当中 还被狗吠 于是呢 他就痛打这一只酸在门口的米格鲁 事报的过程当中 他还不小心摔了一大跤 而张姓男子的好朋友看不下去呢 没想到这个张姓男子还做事要攻击 这样整段的画面都被po上了网路 网友是气得决定把这个施暴的男子 要肉搜 希望他能够出面道歉 监视棋牌下 黑衣男子走到这只米格鲁面前 对着他的头部 就是一阵狂打 米格鲁下了拼命闪躲 男子硬是把他抓出来 一不小心还摔了一大跤 甚至还跌坐在一旁 男子的朋友路过关心 男子再度发疯似的 拿着树枝又是一阵狂抽 好友看不下去 试图阻挡 男子竟然还做事要攻击 男子就这样对着无辜的狗儿 一直打一直打 直到四组拉起铁门 男子才肯住手 不敢安全惨遭毒打 四组把影片po上网络 网友直呼男子行径 简直就是变态 要四组赶紧报警 还给狗儿一个公道 警方调查发现 虐狗男子就是住在附近松春巷的张姓男子 27号清晨 当时喝得烂醉 一时心情不好 加上狗儿狂吠才会施虐 狗儿送以后还好只有皮肉伤 四组也不再追究 但网友依旧气愤难平 决定将男子肉搜出面道歉 三雄正名堂成本庄 张华报导 柯文哲他人在日本取经 搭的是经济舱非常的平民 那么参访地点从大阪转到了东京 也跟大家一起搭的是新干线 不过他抵达大阪的时候来接他的是一辆高级的百万名车 根据了解这辆车的主人是大阪的市议员 而且负责开车的司机来头也不小 是当地经营食品和不动产的大老板 柯平你觉得坐这车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很完整 这是车子吗 客水煮电 对的 搭上车好像有那么一点不习惯 柯文哲出访日本 侨胞热情欢迎派出专车负责接送 但这辆车来头可不简单 原来这辆车是价值上百万的进口名车 车主就是这一位一直站在柯文哲身旁的大阪市议员福岛 跟柯文哲一样都把前总统李登辉当作活教材 辅导友情赞助 就连负责接送的司机也是大阪当地 经营食品跟不动产事业的大老板 这些安排也都是由前国策顾问金美玲负责同筹 小时这个是连手碎的事情 每个人都有负责 对对对 这一定的嘛 不过装气派的日子只有一天 访日第二天 柯文哲恢复朴实本色 没了摆完名车 只能跟大伙一起搭巴士 从大阪移动到东京 再来一个新干线初体验 这个路是算出来了 这么多人还是要做新干线嘛 做一机太贵了 而且没有比较快 欣赏窗外美景利用时间偷闲休息 行李一路自己拿柯文哲拼脚程 行程赶赶赶 从高级轿车新干线再到地铁 柯文哲的访日行 也成了交通工具的大体验 三连新闻李正道李平 在日本大阪东京的采访报道 首都之战打得如火如荼 连盛文举行第一场的造势晚会 请来的是他的竞选总干事蔡正元 还有国民党立委罗书磊粉末登场 分别呢 一个扮演的是医生 另外一个演的是艺术家 两个人一起说相声 来嘲讽柯文哲语录 像是这里头的洞洞说啦 女人行业没落说 还有坐柜台说 两个人是一搭一唱 上演情境剧 批柯火力不见 连盛文首场造势晚会 最精彩是这一段 打磕大将粉末登场 第一流的人才是念医学院的 我们念艺术的呢 对不起 念艺术的根本就不入流啦 身穿白袍脖子挂听筒头静 也有带蔡正元办医生 另一位一席燕尾服 手拿小提琴 罗书磊演音乐家不遑多让 服装道具一应俱全 柯文哲诗言语录一一上演 妇产科医生啊 只看一个洞的医生啦 而且还在女人大腿中讨生活的医生啦 谁说的 柯文哲说的啦 一大一唱戏属柯文哲歧视 女性言行 名蔡正元罗书磊搭档演出默契十足 女生就业的人数越多 这个行业会衰落 会没落耶 谁说的 柯文哲说的啦 女人啊 坐柜台就好了 这个选什么立法委员 选什么市长呢 柯文哲怎么这么歧视你姓呢 从妇产科大腿讨生活 到陈以珍柜台说 蔡正元招牌台词强调再强调 谁说的就是柯文哲说的 绝对不是诗言 这是自然科学的发言 不信你们来跟他辩论 谁说的 柯文哲说的啦 短短五分钟行动剧掀起晚会高潮 洛书来笑说 其实上台前六小时 他才拿到脚本 有编于传统站台唱歌至词 懒吟大将说相声 极尽挖苦 狂踩柯文哲痛脚 三立新闻注意红黄思亭 台北做报道 有很多人喜欢看卡通 骂蜡笔小新 那么因为蜡笔小新 非常的搞笑 不过呢 在印尼 这个蜡笔小新 是被列为辅导级 说是会 打牌子大小 里头小新 这个跳大象舞 还有摇屁股之后 他会有一些 露骨的对白 如果说不删减的话 就必须被迫在 深夜的时段 才能播出 搓搓眉毛和圆圆大眼 蜡笔小新和向日葵小帆 搞笑卡通 却有成人对话 不只才幼稚园的小新 讲出 鹿骨对白 招牌大象舞 和摇摇摆摆 屁屁舞 都让家长看得 要捂住小朋友眼睛 现在更被印度 列为辅导级 不删减 就得深夜播出 但家长眼中 除了蜡笔小新之外 还有更儿童不宜的 阿甘妙谢谢 我不喜欢 对 阿甘妙世界 你为什么不喜欢 我就是不喜欢 就不喜欢 对 因为它很无理通 哎呀阿甘 你的笔好像坏掉了 我帮你看看 美眉暴力把笔 折成两段新推出的 阿甘妙世界 卡通剧情 家长票选第一名 老皮大唱的歌曲 不仅奇怪口音 就连内容 也毫无关联 等一下路亚 小波人呢 怎么突然不见了 小女生斗爱的 珍珠美人鱼 却是各个穿着 火辣辣泳装剧情 都是在弹琴说爱 更别说这部 你在记着吗 我看不到我的额头 海绵宝宝无厘头对话 加上派大新之间 奇妙关系 激烈不受欢迎卡通名单 海绵宝宝太纯真的 都会被欺负 蜡笔小心啊 然后 还有就是那个海绵宝宝 对那些我都不会让小朋友看 家长宁愿让孩子远离这些卡通动画 要不就得实时提心吊胆 哪天小朋友 有样学样 麻烦就大了 三厘新闻 陈玉碧有凯如台北采访不到 小朋友杜姑真的超搞笑 我们一起来看一位奶爸 他所上传的影片 小男孩绷着嘴角睡得东倒西歪 爸爸在一旁忍不住偷笑 两只小手紧抓着推车 继续边睡边晃 晃到连自己都被吓到 看好戏的爸爸 继续看儿子跟睡魔拔河 小男孩像个不倒翁 继续打瞌睡 小男孩努力睁开眼睛 却根本睁不开 好几次摇摇晃晃 把自己给惊醒 最后就在不抵睡魔之际 睡到把头撞在推车上 痛得大哭 模样让人心疼又好笑 小孩子爱困时的各种反应 很多都令人蓬富大笑 即使困到不行 一看到妈妈都笑开了 接着再一秒进梦乡 有的连上厕所都能睡着 看来小孩子不管在哪里 做什么事情 一秒睡着绝对不是难事 三立新闻照待新报导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的 站中行动 示威人士他们所下的最后 通牒时间已经到了 不过呢港府依旧还是冷处理 是没有什么新的回应 另外一方面最新消息是 这香港的学院领袖黄之锋 周永康还有陈敖辉 他们三个人都已经获释了 我们连线给记者张鑫横 来我们报道 好 星恒 主播那么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是 是根据香港媒体网的消息指出 大概在晚上10点40分的时候 有参加示威的民众拍到警方 在扫荡行动当中有开枪 疑似开枪 那么可能是发射橡胶子弹 那么拍摄这个影片的民众表示 当时示威者是要离开现场 但是受到警方禁止 但是香港警方事后是回应说 他们并没有发射任何的子弹 在同一时间呢 我们也收到另外一种消息 就是在香港的警察总部前面 有一批人准备要起身前往 香港的金庄参加 后续的战中的活动的时候呢 被警察拦住了 那么双方发生了严重的亏计 那么警察还亮出了红旗警告 场面是一度紧张 那么另外大家都很关心的 就是香港被抓的学运领袖的情形 那么在昨天晚上11点多 学联的秘书长周永康 和副秘书长陈敖辉呢 都已经获释了 那么另外一位领袖 黄之锋呢 则是在昨天晚上的八点半 已经无条件获释 那么有一说他们会 之后会开记者会来说明一些情形 以及后续可能的会行动 但是呢 香港独立媒体则是说呢 这些重获自由的领袖 可能会回到集会场所 继续接下来的行动 那么昨天晚上呢 香港的学运团体提出的四大诉求 其中包括要特首梁真英下台 那么现港府在5月12点之前要回应 那么现在离这个期限呢 都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 港府呢 是没有任何回应 那么大陆的官方媒体 新华社呢 则自己提出说 香港的占中行动是违法的 所以说香港他们学联 今天就会发动 无限期的发动 罢课罢室跟罢工 那么据我们刚刚了解到呢 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会呢 已经在深夜召开了罢课会议 那么现场约有1500人呢 有的是在开会 有的是在道场聆听 那么其他大专业校呢 也会陆续跟进 那么不过为了让抗议行动 能够持续 那么直到他们能够 真正达到他们的诉求 以及确保所有参加 那个示威活动的学生的安全 包括学联领袖 香港天主教教区的警教 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呢 刚刚都分别呼吁说 学生你们就今天晚上 就赶快回家 因为面对无理的政府呢 不要逞一时之快 就是告诉他们说 留得青山寨不怕煤柴烧 那么这是晚间的最新消息 把时间交还去播 好 新衡我请教一下 因为他们是表达说 留得青山寨不怕煤柴烧 可是呢 你现在了解到的香港街头 究竟呢 这些群众还在不在 其实现在 现在已经不是 大家聚集在同一个地方 有这么多人 大家可能分别散去 但是散去之后 可能又在不同的角落 又自己又在聚集起来 那刚刚我们说到的是 在香港的铜锣湾那个地方呢 又有三千人聚集 在那边占领 那那个地方的 车辆的道路呢 其实都已经被 双向给封锁了 那么地铁电车也都离开了 所以现在那个地方 知道我们了解 在铜锣湾这个地方 有三千人在那边占领 那么像在香港中文大学的 这个场所呢 又有一千五百人 继续在那间停座 他们在开会 这个发课的事宜 所以说现在 这城市有更多的地方 有更多 可能为数不多 或者是几百人 甚至是上千人 在那边分别的机会 就不像是在白天的时间 大家共同聚集 在某一个地方这样子 那么是清场的 这个过程当中 之前我们了解到 是有催泪瓦斯 那么也有包括 是有胡椒水 那还有没有其他 更激烈的一些 强势清场的作为呢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 所提到的 就是有 现场有民众听到说 它有发射 上礁弹弹 那么有人受伤 但是这个都是 被香港给否认的 但是香港他们这边 也不排除说 如果你们学生 或者是抗疫的市民 你们继续有更激烈的行动的话 他们事后也还是会有一些 反应的措施 包括甚至可能 有所谓的引爆弹 就是它可能会 用高频率的那个声音 会让你进去里的话 你人的耳朵 是会受不了的 甚至可能会使出 那个增暴水测 好 我们谢谢星恒 另外来看到的是 香港这个战中活动 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其实呢 正式开始 还不到24小时之间 那么警方跟抗疫的民众 其实就已经爆发了 好几波的冲突 就在昨天傍晚的 六点钟左右 香港警方呢 是一口气发射了 禁食煤的这个催泪瓦斯 同时呢 还动用了胡椒水 来驱赶民众 不过呢 因为这个现场 抗疫的民众 他们不愿意散去 所以在短暂驱离过后 他们呢 试散到了其他的地方 又重新聚集了起来 催泪瓦斯在人群中爆开 原本保持前进的学生 立刻四下逃散 警方利用催泪瓦斯 清开人群 立刻摆出阵型 不过眼看抗疫群众 又重新聚集 不到十分钟 再度发射一发 就连在现场采访的 外国记者都对香港警方 连续发射催泪瓦斯 表示震惊 从下午六点开始 香港警方开始发射催泪弹 至少发动四波 一共十颗 推警过程中也动用胡椒水 甚至一度传出 使用紧棍和塑胶子弹 不过随即被否认 尽管警方大动作频频 但坑衣群众仍然没有 退去的迹象 我们想要他们 离开 我们现在做的是 香港人的好处 这就是选择的吗 对 应该是 眼看时间已经入夜 香港战中活动 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谁也说不准 这个夜晚注定不平静 三连新闻中雨昊 综合报导 香港战中行动展开 如火如荼进行当中 而在台湾 黑色岛国青年阵线 他们晚间是占领了 台湾的香港办事处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的群众 晚间呢 这个群众是在台湾的香港办事处 并且还出示了布条 表达抗议港人 暴力镇压的不满 希望说能够随着 战中行动的展开 他们要跨海隔海力挺的决心 可以传达给香港的人民 希望为他们声援 为他们加油打气 好 另外来看的是 日本有火山爆发 这是在长野县 还有岐阜县交界的玉岳山 在这个前一天的中午 是突然是喷发 有不少登山客 根本就来不及逃难 受困在山顶 甚至还有人是被活埋的情况 日本政府虽然他们紧急派出了自卫队 也出动直升机前往救援 但是因为火山还持续在冒烟 还在喷发当中 散发出了这一个硫磺味 让人受不了 也影响到了搜救的进度 等到这个搜救队员 抵达山顶的时候 他们发现已经是有31个人 没有生命迹象 日本搜救队员惊险险 救出一个个还受困山顶的登山客 日本中部长野县及岐阜县交界的玉岳山 27号中午突然无预警喷发 上百名登山客仓皇逃难 靠近山顶的山庄 一瞬间被大量火山灰掩盖 火山喷出的落石 更将屋顶打得咚咚作响 似乎随时可不咚它 空拍画面可以看到 火山灰瞬间逼近山庄 几乎淹没整栋建筑 世上火山喷发当时 有30多名登山客收困山上 等到搜救队员抵达时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经过一天一夜 玉岳山持续活动 山顶搜救还一度因为 硫磺位太重被迫停止 诱人拍到火山碎蟹流 不断向下移动 火山灰四处飘散 附近县市的农作物 几乎全都蒙上一层灰 玉岳山自从1979年喷发以来 已经整整35年没有大规模活动 就连日本专家都坦承 河南预测火山何时会再度喷发 日本政府则是在玉岳山喷发后 提升登山警戒 呼吁民众在火山活动 尚未停止前 暂时不要上山 30新闻成绩会综合报道 转换一下星期 我们来看大帅哥金城武 他最新的电信广告刊版 在户外曝光 有不少人都觉得 不管走到哪里 这个金城武的眼睛都盯着你看 摄影师说 其实这是利用大光圈前景声 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金城武的脸上 之后把这个眼神再调亮 因此无论你走到哪里 用哪一个角度看 都觉得金城武的双眼在对你放电 秉气凝神 金城武低头写毛笔字 这专注的神情也出现在广告看板 双眼凝视远方 种种有神 换个方向和角度 视线仿佛也跟着移动 就像在盯着你看 仔细观察这双电眼 摄影师说有没尬 这双最大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大光圈 因为光圈大的话 其实你视线就会很容易 集中在他眼神对焦的部分 那他颈阵很浅 所以他后面几乎就会 全部是模糊的 他的光线全部集中在他的脸 仔细拆解 原来金城武的看板充满心机 衣服和手臂变弧 脸反而更清晰 眼神亮到不可思议 左看右看 就是专注在这双眼睛 经典广告台词 红遍大街小巷 如今平面广告 靠着后制技巧 真的是ICU 三星文综合报导 一起来了解香港战中行动 究竟什么是导火线呢 事实上从今年的 7月1号开始 香港人民就展开了 一系列的抗争活动 要求香港政府要倾听民意 但是没有想到 随着831的黑潮 922的串联罢课 接连发生之后 这个港府 还是同一个态度 就是能处理 香港特首梁振英 更是力挺警察清场 这才让香港人的怒气 一发不可收拾 大骂警察可耻 香港人的怒火 犹如火山爆发 特首梁振英力挺警察 清场行动 坚称战中违法 长期忽视民意 极度挑战港民的忍耐极限 今年的七一大游行 香港50万人上街头 港府视若无睹 8月31号 中国人大拍板 2017年普选办法 公民提名机制被封杀 当晚黑潮再起 但港府的回应 居然是尊重中央决定 9月22号 香港大学生串联罢课 但是5天来 梁振英依旧不愿面对 人民诉求 政府的末世终于 官逼民返 香港学运团体提出四大诉求 要求开放公民广场举行集会 特首梁振英下台 全国人大收回正改的决定 确保公民提名 特首候选人 如果港府在28号 午夜前不回应 学联将发请 无限期全港罢工 罢课 罢市 跟中央对抗到底 三立新闻 张新衡报导 智慧型手机和平板电脑风行 造就越来越多的低头族 以上班族为例 上班的时候看电脑 下班呢 看电视 这等于就是盯着萤幕一整天 医生说 这些3C产品的萤幕 所发出来的蓝光 长时间盯着看 对眼睛的黄斑布 伤害非常大 智慧型手机当到 更别说平板电脑 现在低头族越来越多 想必大部分的人 都跟这位上班族一样 工作时得盯着电脑 手机更是生活必备 回到家看电视 想放松 但不知不觉之下 几乎一整天 都盯着萤幕看 其实对眼睛 是还蛮大的负担 那其实久了 自己的眼睛 就会有点 酸 就是有点 酸酸的 然后会有点干 这样子 长期下来 难怪眼睛会不舒服 眼科医师就说 手机或是平板 甚至是电视 萤幕当中的蓝光 最伤眼 长期下来 很容易导致 黄斑部病变 严重的时候 会造成出血 出血的话 会让病人感觉 就是正中间会看不到 如果说让 这个消费者有选择 那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需要的时候呢 来做这个蓝光的 一个筛检的话 我觉得是对眼睛的 这个保护 是很有帮忙的 车胜选3C产品之外 医师也建议 饮食方面 可以多摄取 绿色蔬菜 里头的叶黄素 有助眼睛健康 或是吃鱼油 不过最重要的 还是别盯着荧幕 看太久 才是眼部保健之道 三立新闻 刘成于春雅泰报道 亚洲骑士乌托巴昂 今年已经是 第三年办活动了 现场是有 三百多辆的哈雷机车 还有古董车 互相争起斗艳 射出哈雷 独特低沉的引擎声 哈雷机车车主 满脸骄傲 已经第三年的 亚洲骑士乌托邦 越办越盛大 这回除了有 北中南哈雷 跟重车热爱者 还有全世界各地 爱好重车车主参与 一同聚首齐程 大家可以 钟情于自己喜欢的嗜好 尽情发挥 然后展现自己的热情 然后搭交来自 台湾各地的 很好的朋友 不论是二轮哈雷机车 还是四轮古董车 摆在会场 用最风骚的姿态 最光鲜的亮度 争其斗艳 民众看得哲哲称奇 因为这些车子 不只是车子 还是艺术品 事先报名的 也就超过200台了 今天在现场报名的 也有100台左右 要让民众感受 亚洲骑士 乌托邦魅力 现场甚至请来 台港日歌手 48小时 不尽端飙歌 要让哈雷爱好者 感受 引擎声音乐声 不同的震撼感 三天新闻许事量 高速报道 新闻最后持续来 关心香港战中的行动 那么警方出动了 催泪弹来清场 而甚至还传出室友 发射塑胶子弹 雪领袖呼吁民众要撤退 因为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感谢您收看 我是徐桂亚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